那日月夕 圆月高卦 我约相公 出门赏月 公孙公子 这榴弹山便是整个京城最佳赏月之地 喜欢吗 喜欢 从你的眼神当中 我已经得到了答案 我只是想告诉你 无论你的记忆能否恢复 我都不在乎 自从那次关心塔系后开始 你我缘分从此注定 你的过去与将来 我都希望与我有关 我 我抓住公孙公子的双手 公孙公子害羞地想要挣脱 他越逃脱 我抓得越紧 你已经落入我的手心 此生都不会再放手 你 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公孙公子 受不了我炙热的目光 害羞低头 你 一眼 л 我 我 抓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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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都不这样 抓紧 喂 那我们可以过关了吧 急什么 方才只是第一道考题而已 你把我送开 文书上说 公孙夫人乃江南人 擅长做甜品 这三道甜品中 有一道是你家夫人亲手所建的 公孙公子 来尝一尝吧 怎么 莫非公孙公子忘了自家娘子的手艺了 看来这家伙要收双分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 休想在本国眼皮子底下作弊 公孙公子 先说出哪份点心是你家娘子所做 这又何难 这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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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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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转发 配合我 原来她只是逢场作戏 好 那我就假戏真做 你们俩在干嘛呢 就是你看到的那样了 师父 这是真的吗 你怎么和她一起来了 我好在不来你都被人勾走了 师父 你来金雷谷居然不带着我 是 还合这个女人 李大哥 你怎么跟这个小丫头一起来了 说谁小丫头呢 我们听说 金雷国因为仗义闭了关口 所以就去找上官世子讨要的文书 匆忙赶来 本想助你们一臂之力 却没想 你们已经找到了通关的方法 区区关口 如何能难得倒我们 既然都来了 好 您人一起行动吧 尽快去药店采购火急花 赶回天狱国 我已经打听过了 金雷国境内的火急花 已经全都被人卖光了 这多半又是修罗门的手笔 天无绝人之路 还有一地有花粉 火急花的产地 风铃谷 风铃谷 听这名字 像是一个世外桃源 石泽 是个有去无回的凶险之地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起这么早 你怎么起这么早 风铃谷危机四伏 我当然要早起练功了 我看你眼眶发黑 一定是一夜没有睡吧 你还是早点休息吧 我看 你还是先找个镜子照照自己吧 有屁快放 昨日我想了一夜 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我气了 说 我因你当年偷书之事 便对你先入为主 不予信任 过于严苛了 实在是 有愧于朋友这两个字 枉我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 从今日起 我叶昊然对你赤诚相见 希望你不要再生气了 这便是你苦撕了一夜的结果 难道 难道我想错了吗 不 你没有想错 是我想错了 我念了七年 竟判来这种结果 是我眼盲心瞎 竟看上这么个云木脑袋 琉璃 放开 编室 不 郡主怎么来了 有些人啊 火烧芭蕉心不死 我要是再不来的话 我师父可就不知道 被谁给拐走了 阴魂不散 你说谁呢 我说的就是你怎么着 你 别吵了 风铃鼓到了